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收睇最新一集 文杰 《港帮经》 今集会讲马里斯卡 这位刚刚跟车路士 签订了5加1长合约的教练 现在现世代就算是很大名气的教练 你最多签他三年四年 去到5加1是一个很长的年期 我们正在观望着车路士 今个夏季 他们都受到财政很大的压力 会不会在签议那方面 会有不同的处理手法呢? 结果一来这个教练 不要算是艾迪拉拜奥 这个教练就已经是一个玩一个长弱了 到底车路士的管理层的班主 他们的作风会不会改变呢? 马里斯卡 大家知道他刚刚过去的球季 就帮助李斯特成 带领他们升班取冠军 表现相当之好 这段时间里大家看 根据哥迪奥拿 无论是球员年代 甚至乎是教练助教的年代 这些是属于哥迪奥拿的子弟兵 好像开支散业 手推当然是雅迪达 因为雅迪达现阶段这一刻 已经成为哥迪奥拿的最大的敌人对手 另外球员方面有沙维 也有沙比亚朗素 两位都有一个不错的执教功力 金斌尼呢? 带领球队升班又降班 但是降班他没有跟着走 就去了拜仁慕尼克 拜仁慕尼克也是哥迪奥拿 曾经执教过的一间大球会 现在去到马里斯卡 跳级去了车路士 每一个教练可能在未来 或者是英超 或者是欧洲 都会成为哥迪奥拿 最大的敌人 媒体是这样传出来的 车路士有心或者有意思 希望马里斯卡做到 好像亚迪达至于阿仙奴那样 年轻一个教练 无论是技战术那方面 以及建立球会文化那方面 都会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 给车路士 本来这个想法是很正面的 但是我们要看 基本上你是没可能去复制到 第一 亚迪达本身他自己就是踢过阿仙奴 踢过五个球龟 虽然说最后两个球季 都不是太多时间上阵 但是你要知道他刚刚加盟的时候 季初正直是挺危急存亡的阶段 那个阶段 签得进来的球员 那些球员来得到 都自己知道要有什么身份 有什么责任 阿迪达在头两三年里面 完全是带领着这对阿仙奴 甚至是打破了一个錦标方 九年无冠结果都拿回了一个足重杯 阿迪达就经历过这个阶段 第二点就是 云家是一个很卓越的管理人物 你不要理他是不是已经是上一套 比较古旧一些 那一刻不是 他跟过这个管理达人 他学习了几年 从旁观察或者直接询问云家 这些经验 这些得着 那你马里斯卡不会有的 不是说你大家跟过哥迪奥留学法 那些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那些东西 当然不是说马里斯卡不行 他有可能是更加出色的一位 那这个要看下去才知道 不如你问我最重要的是 就是车路士班主的作风 要稳健一点点 既然受到这么大的财务压力 你除了要买人买人 但是买人都不要 在买人那方面都不要再乱石头淋 那一堆人拿回来 要稳定阵容是相当困难的 撲踏地搞死了 接着你说林克特就没得好说了 那去到普洁天路 真的用足大半季的时间 才跟你摸信 但是摸信的时间就已经太迟了 那我们有理由相信 季美的成绩这么好 就没理由这样炒了他 那可惜再可能是 更加早时间的决定 车路士的管理层 那我觉得对普洁天路 真的不公平的 是吧 怎样执理你那时候 要慢慢执信 是吧 有些球员 甚至乎在开季之前一刻才加盟 是不是 连季前的一段时间的热身准备 都不足够 那马尼斯卡大体上的风格 怎样呢 有一位李斯特成的球迷 那我参照一些外国的文章 那我跟大家说回 就是说 马尼斯卡的确实是一个 很有哥迪奥拿的影子 不过呢 当时他带领的李斯特成 不是曼城 他只是有一种坚定不移的方式 无论对手是谁 无论输赢 他都会坚持自己那一套 不会放弃的 相信自己那一套是对的 那这一点就跟上季同样都是 哥迪奥拿子大兵的 金奔尼带领搬离 英冠升班第一名 打回上来 那个状况一样 英冠无敌手了 但是升上来英超是另外一个界别 英超和英冠现在的水平越拉越远了 不够玩 但是他坚定 他坚持自己信念那一套 认为在后场猜拳 怎样拼球上去 门将要用球等等 但你搬离限于第一个人脚 第二这帮人脚 适不适合英超那样拼 这些过分坚持 令到搬离只剩24分 就是升降机降回到英冠 你过去搬离之前 对上那五届的英冠的冠军球队 升到上英超是怎样呢 列斯联 富咸那些球会 狼队 甚至乎之前五届 起码能够最低限度留下英超一个球柜 或以上的时间 但是你一般搬离 一季就立即降回下去了 在这五届里面 唯独是有一支球队 乐域志 做了两次的升降机 降了下去升回上来再降下去 而那两届的乐域志 最后排英超榜尾 那分数还要比 搬离今价的24分是要低的 但是你没理由找一个乐域志 找一个最差的来与自己比 这一点就要去看 现在其实在欧洲大陆 或者你说跟哥迪奥那一派 不只是跟过他搬吃的 才能踢出那种风格的足球 但是我想说 现在很多球迷的角度 或者班主的角度 可能都是这样 大家都是看球的 就会以哥迪奥那一套 即是后卫要用到球的 要有出击能力的 要传控的 要踢多些地面的 不要过分直接 那些进攻 即是一脚打起来的那些 那这些 现在是好像普世一种的标准 这种标准追求一种的价值 就是要这样 大家都要这种风格的东西 当哥迪奥那的时代 可能有一两个跟他差不多的时候 那这种就是很特别的东西 现在人人都是踢这一种的足球 你要找一些新派的教练 他们就是这些东西 因为现在很多球员都经历过那些所谓的足球 学校 学院派 那大家都是练全控底 大家都是练那些东西 想到你 大家都是学那一套 就演绎那一套出来 这一套 我觉得看上去 开始 我不是说泛滥 开始就是这样 开始变了一般性 已经是 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哥迪奥那 偏偏他就不是一个这样的教练 不过又回到另外一个角度 第一好的地方 马列斯卡就是 他要稳定 他坚持自己那一套 那你一定要足够的稳定性 只要那阵球的实力足够 在那个级别的赛事 其实这样 或者是一件好事来的 现在的车路士最需要是什么 就是需要稳定下来 马列斯卡比较多采用4-3-3的阵式 当然 你说在防守 或者攻防的转换 会有很多变化 一个阵式都不足以 去趕死落一位教练 他希望 这一件事是基本的 就是 球队都要在后场 很有耐心地去组织 就是金奔利要求搬离 马列斯卡曾经公开表示过 他就是这么说 他说你控球越多 你就越能享受 作为一位球员的乐趣 那有几个例子 就是側面地稍稍反映得出 马列斯卡要求 李斯特城阵中的球员是怎样去做的 例如 防守中场 尼迪迪 这个难折王 今届不再是难折王 但是他之前 在贵宗一场对修咸顿的比赛 那里 射入了第三球 球队的第三球 他通过 李斯特城是地面 传了33脚 最后由他射入 这些风格 就算是早几届班顿罗渣士带领 很出色的时间 也很少这样地面的传送 另外就是从热刺 以一千万英镑转头的云坚斯 这位都是入宣过英格兰国家队的中场球员 他对洛璃子的那场球 83次的全球成功率 居然高达到100%的成功率 又或者是这么说 从丹麦的超联球会 邦比那里 他签入了门将的香曼臣 马特斯香曼臣 马特斯香曼臣 基本上就是大家现在要求的那类 要用到球的门将 他基本上就是李斯特城后防全球的重心 甚至可以当他一位控球后卫 以上就是一个稍稍的反应 特别是雲坚斯和香曼臣 他也是李斯特城 这届他们管理层 扔了一系列的球员名单 说这些是可以收购的 结果马尼斯卡就选择了 云坚斯和香曼臣 结果这两位球员成为了 升班的最主要功臣 你可以说马尼斯卡的眼光也好 这两位球员的表现也超出预期 或者这么说 在这个阶段 过分对他解读 马尼斯卡都未必是 这么妥善的 因为他真的教了一堆经验 不是太多的 又对比甘斌尼 甘斌尼起码之前教过两季 多一些的安德烈治 对不对 接着又多一届 搬来英冠执教的经验 接着才升上来英超 起码都多他一半的时间 也有些球迷 或者是一些的舆论就是说 马尼斯卡跟随李斯特成升上英超 是不是不能共患难共荣辱呢 共患难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李斯特成 遭到财政公平经济条例的处分 不通过 所以要扣分 没有在英冠那届扣 升上来英超都躲不过 一样要扣的 可能很快就要公布 李斯特成一开始要负分作赛 负分作赛对于马尼斯卡来说 都挺艰难的 教练的能力无论有多高 始终都有一个限制 安扎洛提这么厉害 教爱华顿都可能是平平无期的 但是你升上来 如果你要坚持自己那一套 如果有更加好的人脚 你就会发挥得更加好一些 按照这个直向的思维去想的话 车路士的实力 怎么都比李斯特成来得红口 所以李斯特成的管理层有些不满 就是马尼斯卡完全是 是开放迎向其他球会的 其实强于哥迪奥拿 我们都要这么说 他来到英超之后 都不断有很多很多的改变 只是说一个跟到简 在中场当天怎么给李物浦 简直是完全被剪压过的 找他第一个防守中场是不行的 那你哥迪奥拿那时 那一刻就是要求 还是要有一位这样子在 他所谓的四号位的那种控球的中场球员 不行的 起码在那局不是单靠技术就可以了 那你退到跟到简 离开曼城的时候 他所作为那个后上中场的球员 这些就是那个模式上一些的转变 可以有无风阵 大卫斯说踢前锋都可以 去到他又找回正正式式的 前锋射手夏兰特过来 那他这边线后卫 可以压到上去中场中路的用波 很多队都参照仿效了 连那天多梦特对着王家马德里 都是这样的 但是哥迪奥拿又玩回更多的 后卫垂直边线上落 他还有的就是中坚 中坚球员可以推上来中场 这样去用 这一道其实就其他球队 他不是这么多能够做得到 那这个关乎于资源的问题 因为他买了这么多这么贵的首位 用波能力真的很高的关系 哥迪奥拿自己都不断去改变 不断去改变为了一个原因 就是要赢 赢 某程度上你要赢的话 一定要存有一些功利存在 不可以太理想化 不可以太坚持自己的理念 而哥迪奥拿有一样东西 其实大家经常认为 某些教练有哥迪奥拿的影子 如果真的要有的话 他最坚挺的精髓 就是哥迪奥拿其实都是一个变色龙 其实他某程度上 我觉得有些跟安插乐体似的地方 都是因应着形势 会作出一些改变的 问题是你如果要强行挑剔批评 就是哥迪奥拿可能更多 一些想过了龙的东西 他们不断改变 不断去适应 不断去适应 就是最功利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赢 所以你说如果 你真的像哥迪奥拿的话 你就不是坚挺地 只是摆出那套的踢法 那套踢法 你很坚定不移地去踢到死 所以究竟有很多跟过哥迪奥拿的教练 或者是球员 在他身上吸取那么多 出到来之后 两派到底他越来越像哥迪奥拿 我觉得现在的亚迪达就是了 还是你只是像比以沙 很坚执自己那套 不过成绩 不一定有个保证 马利斯卡虽然说他很坚持自己的理念 一位教练 但是有些东西他捨弃了 才能够让他成为车路士 班主心目中有个理想的 可以招聘的教练 第一点就是 他不管你的管理架构 他纯粹做教练 即是那个转会权 他可以不需要太多的话事权 你给他什么人 他就尽量用到最好 第二就是战术风格和思路 符合高层的要求 第三点就是同样 根据哥迪奥拿的教练 譬如说亚迪达拿到一个 绝对的成功 所以想复制 不过这一点 除了我开手所说 还有第三点我还没说 就是当日亚迪达 都还没太稳定的时候 幸好有高层 给了他足够的耐心 车路士的班主 要问问你自己 有没有那么大的耐心 我和今集说马利斯卡 就说到这里 一切的评论我都不应该看得太高 或者太低 尽管看下来的球队 车路士会有什么演出 今集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